我觉得心态是很重要 不需要这么悲观 身为领袖的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就是要给我们选民一个信心 所以我们也要有信心的来领军 要尽我们的能力来说服选民 为什么下一届大选 我们还有机会 我们还有希望 特别是我们在行动党的 我们的中央领袖的 我们的国族议员的 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基层 能够影响到我们支部领袖 我们的基层领袖 只有我们的党员 还有我们的支持者 下一届大选还有机会的 必须要有这个信心 必须要有这个姿态 那么我要请教你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行动党跟2018年大选 跟来届大选 其中一个最大的分别 就是2018年大选 行动党曾经执政 那么除了像巫统过去标签 行动党是一个 反马来人的政党之外 另外一个标签就是 在2018年大选之后 有一些刺激而动的分子 就不断地散动说 而行动党其实也牺牲了 非马来人的这个利益 在面对这种素食指控的情况下 你会怎么样的去跟选民 尤其是西门的支持者 理清这个误解 的确我们在22个月 我们曾经担任过政府 我们必须要为我们的这些 决定我们的政策 有担当 我们必须要解释 我们的立场 肯定有可能有一些决定 很多选民或者我们本身的支持者 都觉得不满的 但是你必须要去解释 是否能不能够得到 大部分的选民的认同 这个是一个考验 但是最少你必须要去解释 没有避开的 没有像的 不要好像为假想这样 不要给他们的自己的 你是有党员讲 你是面对大问题的时候你就像 我们从来没有像过 好坏的一个决定 你都必须要敢敢去面对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态度